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其实没有在排斥 对 就顺其自然这样 想像B一样 有一个幸福家庭 那猪汤豪就要加把劲了 虽然Nick和网红雀斑小姐传出订婚 但这天问起她感情事 她就似乎想保持神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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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如果她有的话 我也会祝福她 我觉得她 因为她会觉得我可能会不祝福 所以说不定这么多年来她不好意思 你意思说妈妈如果第二出 你会忠心地祝福她这样 我会祝福 不一定是真心 但是我会祝福 因受疫情影响已经半年没登台的哈琳 这晚心情相当兴奋 这场疫症改变了不少人的生活习惯 网购也成为大势所趋 阿琳也是网购达人 不过想不到有一次网购的经历 就令阿琳很难忘了 我也有买过自己演唱会的门票 为什么 因为之前发第一张唱片的时候 就有那个工作人员跟我讲说 就是会祈求好运 就是你自己要买自己的作品一张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那我也买一下自己的演唱会门票 但我买贵了 我才知道我上的是那个黄牛网站 831月底就会在高雄小巨蛋举行演唱会 这次的演出可以说是他们最好的热身 他们除了准备好歌送给乐迷之外 还有一样贴心的小惊喜 小礼物吧 就是对我们有 其实我们在得知可以在高雄巨蛋办演唱会的时候 我们非常开心 因为觉得很感谢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提前的做了口罩 那这一次我们会送给所有 来831演唱会有买票的朋友们 每一个人都可以兑换一个 我们觉得是还蛮棒的礼物这样 1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